白煙不斷冒出來 可見溫度高不是騙人的 還有這輛機車也是排氣管的高溫 瞬間蒸發水分 恢復乾燥 而且實際測量 這輛騎了15分鐘的機車 排氣管溫度高達125度 再看看旁邊的隔熱片 不誇張只有45度 兩邊整整差了80度 沒有看到溫度的時候就有點嚇到 因為沒有想過它會這麼高溫 如果沒有的話那片皮就直接掉了 假設我們的汽油能源加進去有100%的能源 那其中有40%是用於我們的排氣系統 另外的30%用於我們的冷卻系統 剩下的30%用於我們的引擎系統 那引擎系統裡面的30%也有5%是用於被磨損掉的 實際上到達汽車上的能源只有25% 那我們的專題就是用排氣系統的40%來進行製作 接下來我們就要影片說明 全世界有69%的石油都消耗在引擎上 原因是因為引擎的效率太低了 所以未來車的共同目標就是要提高汽車的效率 引擎的效率有多低呢 高速運轉時發揮的最高效率也無法超過35% 也就是說我們加入油箱的燃料中的化學能 最多大約只有三分之一能化成動力 而實際上我們的車經常都塞在擁擠的車陣中怠速 在這樣的情況下 汽車引擎連20%的效率都無法達到 接下來再進行我們專題事務介紹 首先這樣的東西展裝於我們排氣管上 那我們這個溫差方便是採用TEP1-142-T300的型號 為什麼採用這種型號呢 溫差方便分為很多種 那這種型號可以內到300度的高溫 那排氣管行駛長途行駛時得到最高的溫度也是 接近快200度而已 所以我們採用這個型號 那這個風扇是作動的型 也就是我們模擬機車行駛時排氣管切封的狀態 那紅色的溫度表這邊是我們排氣管下來熱端的溫度 藍色的溫度表這邊是我們溫差被冷端的溫度 那由於溫差方便產出來的電非常的不穩定 因此我們把他同一升壓至5V來進行充電的時候 對於我們採用機進行充電 那在這個部分 當我們充電達到狀態100%的時候 進行我們的排氣管二次跳過的動作 那他真的到這時候進行排氣管二次跳過的動作 那接下來這是狀況1的進行 那狀況2.7是當下司的把我們動機把手持 USB發手持 這時候不進行充電 直接進行我們排氣管二次跳過 來加低備機的產生 那再來一次就是以上兩種狀況 那接下來介紹第三種狀況 第三種狀況就是當我們駕駛者 當我們駕駛者 先測到我們的行動電源就是 這時候行動電源會打滿電狀態 這時候對我們行動電源進行充電 那這時候我們排氣管就不做二次跳過的動作 這時候排氣管就是普通的排氣管 那以上是我們的 以上是我們的專題 我現在來三種狀況 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我們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的專題是利用排氣40%的能源 將它轉換為電能儲存 但沒辦法儲存電能的時候 我們將它進行二次點火降低廢氣的排放 請教程 先教程 明laughs 正確 請教程 請教程 請教程